对 为什么从这边歪 就这边去说呀 那么这个点就很容易被磨损了 但是谁会这样行的呢 每买一瓶的新冠军 你在街上会看到很多人 有个人O型腿啊 有人X型腿啊 他们说不都是这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生活不注意 比如受凉啊 受凉的时候它就会受力不均匀嘛 受凉它韧带会紧的 它会紧张 它的受力不均匀 它韧带的松颈度也就不均匀 导致底下的受力就不均匀 由于人体失关节的构造比较特别 如果防护不周 就很容易出现腿痛 尤其是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 中老年人更加容易出现腿痛 那么哪些因素容易造成腿痛呢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题健康考题 中医认为老年人失关节痛的 根本原因是 A 受良 B 身体虚 C 受伤 我觉得应该是A和C 我觉得应该是A 如果说根本 因为受伤是偶发性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受伤 不是,受伤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我觉得是B 你觉得B?身体虚吗? 我觉得跟身体虚似乎没有大关系 因为它说根本原因 那你受良和受伤都会引发膝关节痛 但如果你身体是好的话 就不怕受良 受伤就是受伤 我很快就好了 好了,一轮分析之后就不用猜了 最后请一下George 不跟我们讲一下最终的答案 开估 开估 我们先想一想 它是一个中医病名 中医病名是什么? 我用普通话讲 你虚关节有问题 你会怎么不舒服? 你会有痠 痛? 你会痛 你还会痠 无力 但是你能不能用广州话来告诉我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用广州话它怎么去表达呢? 一个字 避 对 避 是不是就是避症? 中医就叫避症 避症 避症 哦,真的哦 避症 那中医认为什么是避症呢? 中医讲的就是风寒诗三气杂志 何而为必 就是说当你出现避症的话 一定是有风、有寒、有湿气 有这些外泄引起来 最能形成避症 那么因为它是有风呢 所以它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一会儿左腿、一会儿右腿 因为有湿呢 所以它局部会有种种胀啊 还有困重的感觉 也因为它有寒呢 所以它就会出现疼痛 甚至疼痛固定不移 或者是白天清晚上重 都是寒气的特点 那么这个叫诱发因素 我们有个句话叫 内因是基础 外因是关键嘛 那它的内因是什么呢? 内因就是肝身区域 它是引起这个疾病发生的关键 它会引起它发生 但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或者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还是内因 那么我们想想 哪些人最容易得这个病呢? 当然是老年人啦 老年人 所以呢 人老了怎么样呢? 我们中间都是肝身欺虚的比较多 那么也就讲呢 肾主骨生髓 它是骨的改变 那么我们讲 这个病呢 和这个韧带的损伤 和半月板的损伤 也会有很多的关系 所以呢 这是个肝的问题 所以它就是肝身虚 所以往往是这个病呢 它的根本原因是肝身虚 那诱因的风寒 是都有可能诱发 受凉是寒性刺激 它可以引起关节痛 受伤是力壳的损伤 它也可以引起关节痛 但它们都是引起关节痛的外因 引起关节痛 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内因 肝身不足 肝身虚 外邪就容易成虚而入 引发老寒腿或者关节炎 因此要预防腿痛 首先要将肝身调理好 那如何调理肝身呢? 来看第二题 吃什么可以调肝身 预防腿痛呢? A.虎瓜 B.韭菜 C.海鱼 C.猪腰 E.牛筋 第一时间肯定要选牛筋 牛筋 以形报形 猪腰也是 猪腰也是 我也觉得猪腰也是 韭菜也好似的 韭菜也好似的吧? 韭菜起羊草 保腎 韭菜 应该是 海鱼也可以 其实是对的 除了苦瓜 我觉得应该是除了苦瓜 苦瓜粮 难得三位嘉宾一起 一试一试 马周主任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您正确答案呢 我得想 我们先讲 调补肝肾 调补肝呢 那么讲 猪腰啊 和牛筋都非常好的 调补肝肾的 那么以形补形呢 一个是补肾的 一个牛筋入筋的 它都是补肝肾 很好的一个食材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海鱼 海鱼怎么说呢 有些人说是发 有些人说它不好 有些人说它好 其实我们也要辩证一下来看吧 因为我们讲荤腥发物啊 它是有风的 它动风的 它是腥的 它动风的 但是呢 你要看它哪部分 我都认为 鱼本身没问题 鱼头啊 特别腥的部分啊 鱼头啊 就不要吃了 这个就不好 但是呢 鱼肉本身问题不大 但是我把它包汤 不就很好了 因为我的红筋 那这个性能会不会改变呢 它是它腥啊 就是什么方式吃都不好 是吧 韭菜呢 韭菜是温阳的 而且本身有补肾的作用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韭菜是可以多吃的 而且春天吃韭菜是最好的 对 苦瓜就不好了 苦瓜凉 这个病都跟寒气有关系 寒凉 那么我个人觉得牛筋是个好东西啊 为什么呢 补充骨胶原啊 高长不高 女孩子最喜欢了 骨胶原好了 这个病呢 比较怕湿的 我们终于讲了 湿气重的东西一般都是黏 湿重的东西都是发黏的东西啊 那个牛筋啊 它是不是有点发黏啊 但是所有有胶原蛋白的都黏啊 比如说花椒啊 这些都是黏的 都有好处 这个黏的东西都生湿 所以它很容易肿 然后是困重的感觉 所以我给大家 实际上我给大家推荐的方法是 炖牛筋的时候啊 加点木瓜 穿木瓜 木瓜 不是我们买的菜木瓜 一定是穿木瓜 穿木瓜 中药用 穿木瓜 它是去湿的 它本身是去湿的 那如果放淮山呢 放淮山也可以 放扁道去湿的 那个就不好了 味道不对了 对 味道就不对了 怎样炖呢 怎样加水炖呢 你一般用20克的川姆瓜 加上一斤的那个牛筋啊 就叫筋子筋肉啊 有带牛筋的那个筋肉在一起炖 就很好了 然后它牛筋很容易化开 它是忠语讲它是很容易化开 它们那个湿气化开 牛筋也就很容易化开 而且很嫩啊 口感非常好 可以试一试 海鱼猪腰都可以补干肾 不过调理腿痛最好的食材 莫过于牛筋 既可以补肾又可以入筋 但是注意 牛筋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湿气比较重 吃多了人容易湿困 所以在煮的时候 加少量穿木瓜 可以达到有效去湿的效果 刚才周主任 给我们介绍了调理干肾的食材 那除了食材 有哪些中药材可以预防腿痛呢 来看看第三题健康考题 哪些中药材可以预防关节痛呢 A,牛筋 B,道仲 C,桑记生 D,葛筋 E,穴膠 应该是A,B,D,E也是 我觉得除了A,因为不懂 A,牛筋 一定不是我们吃的牛筋 密密呢 除了D,我总觉得葛筋好像有点不弱 那我们今次分歧大了 很乱 周主任,不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条题有点难度 牛筋 道仲 桑记生 改筋 我教这几种中药材 哪些可以用来防止腿痛呢 腿痛很厉害的时候 中医有没有什么立肝健影的治疗方法呢 捱疚应该救哪些穴位 来防止腿痛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实用 千万不要走开 健康知识 每周学 人人都不想错觉 中医教你如何养生 实意教你如何舌身 身心健康很重要 中西医专家齐相振 传授养生保健知识 探讨健康长寿之道 想第一时间了解最专业 最权威的健康资讯 想学更加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记得要施杀 广州广播电视台 中学频道 逢星期六下周17点10分 播出的健康100分 这场大火从6点几烧到现在 以前我觉得做新闻就是冲锋陷阵 神像正义 现在我会关心编辑 讲街坊的股市 新闻有温度就有意义 每期上一年今年参加巡游的龙洲数量 七年了 不知道穿了多少双球鞋 新闻是跑出来的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我 叫我一声加微就可以了 他们两个还说 很多同行都是这样落地的家庭 我堅证法治进程 我相信真相的力量 记者不单是采访者、记录者 亦是行徒者 我会用镜头捍卫真相 不用信价 老神就算被困于此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想不到 难怪非毒杀皇上不成功 还要带房子一起死 其实难怪非他 早就已经决定和皇上同归于盡 天地情缘结局篇正在热播 处处提防,事事折陷 不是冤家,不醉头 即是可笑话做出的姨姐才 可爱来来爱上匪夷大叔 女追男,二过借火 提笑皆非,情敌转眼变雍世 可笑可笑 我不能认识到他 我的君与的一个很厉害的第一次 天啊 古巴小妈 广州中文部3月11日 全国首播 抗战初期 华北太行山区 来了一支日本杂省艺人 泰和班 师父在师父 徒弟在徒弟 切磋武艺的背后 混合着沙禄、一望 泰和班,究竟是贵河移台 背负国仇家恨的泰和山人民 为了报仇雪恨 演绎了一段可高可一的通日战旗 终极对决 广州雷霆剧场 现正热播 敬请留意 新春琉璃赏灯会 皇后贵妃来抢戏 阿哥摩拳笑绝技 笑女入宫偏才艺 古福贝勒现惊喜 2015中国城市元香吻会 百城展播 报销登场 量餐领导者加多宝 提醒你三月的重要节日有 春雷响万物掌 雨水里面是封面 你当医生 你当小白铃 我的领个不白 这么黑 起来很麻烦的 你没用过太子洗液吧 试一试 快瞧 粗粗就下去了 谁也都能把领子洗得这么干净啊 有太子 没污渍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关节炎最长的就是 一个是甘肾虚是内阴 风寒虚是外阴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它 这个内阴和外阴呢 我们要针对性地去选择 你用什么东西 那么第一个要你看 这个牛膝 它的作用的确就是 能有这个补甘肾啊 治疗膝关节痛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经常会用它的 它是一个治疗关节炎的一个 很常用的一个药物 那么它也是一个很平和的药 所以自己包单汤啊 泡泡酒都无所谓 三个齐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肚仲 大家都知道肚仲是补肾的 补肾是当然 补肾的这个就是对的 所以而且是温性的 就很好 肚仲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 您建议怎么吃比较好呢 你包点猪肚汤都没问题啊 就是光肚仲和瘦肉吗 包套 也可以放猪骨头汤啊 巨头 巨关 猪骨头汤 巨关都可以 那么你肚仲再加熟地 或者肚仲加牛膝都没问题 牛膝就是有点凉 所以你要包牛膝 可能得多放两片姜了 森机生也是不肝肾的药物 森机生是凉的吗 还是温的 温的 温的 对 所以它的不肝肾有很好的作用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治疗这个筋膜的病变 筋的病变 所以像戏关节它也跟筋膜有很大关系 它非常好 因为我们桑树啊 它是桑树的一种寄生物 桑树呢 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头 它是属于东方之木 那么桑寄生就吸取了东方的这个精华 所以它是煮这个精呢就特别好 它是一个补肝肾的一个主药 而且以肉干为主的 那么葛根呢 它是走阳明经的药 那么它是通经络的药 所以有些人呢 我还真听说过有人去拿这个泡台酒 去喝喝喝治疗关节痛的 但是真的是不好的 这个我知道解酒特别好 对 解酒特别好 就葛根一煮水喝 马上就泻尿了 它是解酒的药 但是对肝症来说它就不好 因为它凉 而且是比较凉的 很清凉 我做了清凉 广东人讲了 这叫葛根清骨火 骨头有什么热热的出现 这个五星繁热的情况用它就比较好 甚至也放到凉茶里面的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腰痛啊 或者膝关节痛有这种毛病的话 越喝越疼 效果很好啊 你头天喝了第二天就疼得走了 大宠啊 是啊 恶焦呢 也不是很好啊 恶焦它是胶性的 它化湿 它化湿 我们讲它关节炎的这种病呢 它怕湿 湿性中酌嘛 中酌 你吃了以后 包一两次无所谓 连续包你会觉得马上人就中了 特别腿就中了 但是恶焦补血很好吧 是啊 但是它生湿啊 所以有品行咯 血和原工 所以你看医生给你用的时候 他有很多药去配 但你自己用的时候就用这一种 那就麻烦点 那恶焦要配什么才会化湿一点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自己配什么白寇啊杀人啊都可以配进去 但是配太多的话就变成药了 那些药味道都比较大的 就不好喝了 就煲汤就不好喝了 那么自己居家啊去调养啊 我倒可以推荐第一个就是一个泡酒的方 可以用这个牛膝泡酒 酒是温性的 它刚好就制约它这个寒性 那既能把它这个调节关节炎的这个 调节关节痛的这个作用发挥出来 又制约住它的良性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自己居家呢 我还可以推荐一个很小的处方 我们一般中药里头 治疗这个关节炎有个很好的方 叫毒活剂生汤 这个汤是一个很大的方 很大的方 很多药 那么你用来煲汤呢 肯定是不合适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简化成几种药 把它这个效果主要成分把它拿出来 就煲煲汤就可以 毒活呢 这个药呢 它味道太大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就是一般就是三地生 牛膝 肚重 熟地 四种药 就可以把这个处方的精华取出来了 量每一种药 用12克左右 12到15克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条 它还是有药性的 所以你作为调理的话 一个礼拜啊 两三次不要再多 有什么人是不能喝这个方的吗 这个方还很平和 大家都一般都能可以喝的 那么我们一般是包骨头还是 包瘦肉 腰 那个猪肉呢 包骨头好 包骨头好 对 包打骨头好 牛膝 道粽、桑技生等药材 都可以补干肾 因此都可以防止腿痛 中医有一个经典的防腿痛药 叫做毒活寄生汤 主要成分包含了牛膝 道粽、桑技生 还有毒活 不过由于毒活的气味比较大 建议一般患者用的时候 可以将毒活改成腹力 包裹不变 味道容易入口很多 除了喝中药 中医还有很多简单实用的疗法 可以缓解腿痛 挨疚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挨疚哪些穴位 可以防止腿痛呢 来看看第四题 室关节痛应该够哪个穴位呢 A.竹三尼 B.韦中穴 C.三阴交 C.大椎 E.中丸 我觉得应该是韦中三阴交 ABC 大椎不行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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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ABC ABC 我也觉得ABC 因为那两个完全不合格 ABC 大椎是颈的了嘛 三阴交和中丸呢 它是补一脾胃的一个穴位 可以暖脾胃的 但是你知道了 它对补肝肾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哦,三阴交都不行 那就是得ABC 大椎呢 是个驱风的穴位 所以呢,A和B A,B 树三里和尾中 对 它是,我们一般讲啊 叫做静处取穴啊 树三里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热量你要去爱揪的时候你就会这样 它这个热量就会向周围扩散 还是向上跑 就朝这个地方跑 哦,很舒服啊 对,就会很舒服啊 树三里还可以治疗胃疼 胃静卵 是吧 它是个暖胃的穴位嘛 暖胃的穴位 它一方面是暖胃的 另外一方面呢 它是个局部取穴 它的热量可以朝这个地方跑的 所以它很好 尾中穴呢,就在这后边 所以它给一个温暖的刺激 这个穴位给一个温暖刺激啊 可以让局部的循环改善 血管扩张 营养就给上去了 另外呢 这后边就是韧带啊 这个韧带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松解 那么它就会很舒服 那么也就是说 自己可以常常用爱救它 对,可以救这些东西 这个穴位 问题在于就是说 爱救啊,它这种方法 它一般对轻症比较有效 重症呢 你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 作为一个日常调护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保健的 对,所以日常调护就是很好的办法 那么刚才说的就是纯脚痛的 那么如果是腰椎受损之后呢 引起了脚痛又应该救哪里呢 是,很多时候腰椎受损呢 都是以脚臂的表现的 如果腰椎受损呢 就是说也不完全是腰椎 就是腰疼和腿疼同时有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你单纯处理腿疼的话 它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那么一般来说 把腰腿一起处理 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个人习惯呢 在腰上再加这个穴位 而且我喜欢用那个大的那个爱香 大的爱香 长条的那种 一个很大的,很大 对,放很多爱放在里面 放在腰上 它就可以让腰很舒服 那么我自己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穴位 就是揪百慧 百慧呢 在我用的方法叫 头皮针的体系里边 百慧就是腰的 专门制腰的穴位 就是把它压住 把头发压住再揪它 它也是提气的穴位 也可以治疗腰腿痛 那么我们知道 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补肾的作用 这个穴位呢 它是一举多得 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好,那么刚才了解了 穴位和食材方面的 那么今天健康知识 效力都算收获不少客 好,接着来来 马上进入我们的健康 达人体问题的环节 看看今天第一条短片 墨姨今年六十多岁 最近一段时间 它站稍微久一点 就会觉得双腿酸痛 有时还会发麻 可白看电视说 骨质疏松会导致老年人 双腿乏力、酸痛 决定买钙片帮墨姨补钙 白野婆,你干什么油 一脚又怎么样 一脚最近不知道天气不好 有一点烟烟痛痛 走得远就很辛苦 马上睡觉有点发麻 这些就是不质疏松缺钙 我一如买些钙片给你吃 保证你痊愉快 我一天喝两次牛奶 什么钙都补够了 还用不着吃你的钙片呢 牛奶只不过是饮料 它的钙的含量 怎能及得到钙片呢 你听我说,一如吃钙片吧 请问,腿麻是否真的要补钙呢 钙片呢,我觉得吃是需要吃 但不是一吃就马上能够好 我觉得吃了之后 可能还要适当曬太阳 另外,牛奶因人疑疑 尤其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牛奶有些没有那种消化煤 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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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不了乳糖 很多时候,有些人喝牛奶就会肚子 所以他觉得钙片要吃 但要适当吃 不要太过分 好的,请教一下周主任下 首先想解释一下 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否气血不通呢 是,麻一般所谓叫 中英就说是气血不通 但是回答这个卖医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知道的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诊断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缺钙 它是骨质疏松吗 到底有没有缺钙 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个 专业的医生去看才能知道的 甚至是要做些检查 对,很多人有酸啊有痛啊 他说跟骨质疏松有关系 但你不能确认的 你必须要去医院查才知道 但如果是麻的话 它往往就不是骨质疏松啊 麻是气血不好 现在医学讲呢 就是神经的感觉失常 所以它就不一定是骨质疏松了 其实想问一下 如果经常是脚臂的话 是否都说明 会不会是腰椎有问题 压迫了那些神经呢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只是有可能 那么我们知道呢 腰椎损害其实也有很多种的 比如说有腰椎强突出啊 有腰椎骨质增生啊 还有这管狭仔啊 所以它有很多种的 那么你仅仅通过这一个症状呢 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判断 我们可以有一些很简单的 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一些很小的一些实验 比如说你看 你一个人他能坐 坐多长时间他都不怕的 那他走呢 走时间长了 他就腿就麻疼 他就走不动 那么这一半就 多半是椎怪狭窄 那如果一个人呢 他不怕走 但他还怕坐 这多半是腰椎骨质增生 或者这间盘突出 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还是要知道医生才行的 那譬如说如果是脚臂呢 想在家的时候可以缓解一下症状 调理一下 那譬如说转脚腕这种方法有没有帮助呢 有帮助的 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 这个踝关节左右前后这么转 它可以促进远端的肢体的循环 所以对缓解症状是有帮助的 那拍打都可以 如果行一下气血 我看到很多早上的老人家是这样 他不是只拍打 四肢都拍 轻轻地拍一拍 不要拍鱼的也都可以 有一条问题想请教一下主任 有些人他年纪不太大 也挺年轻,30多岁 他以前没有那么容易脚臂 但是越来越发觉自己坐得久了 是脚臂的几率比以前要大了 那他说明什么问题呢 除了腿痛 中老年人还比较容易腿麻 那腿麻是怎么造成的呢 补丐可不可以解决腿麻的问题呢 很多老年人喜欢耍太极 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 太极拳可能并不合适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下一节回来 对一些日常防止腿痛的误区 周主任将会进行详细讲解 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各位 狂风暴雨中 我站在最前线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记者 路还很长 我随时可以出发 我也经历过险境 当时也会害怕 但對新聞保持敏銳觸覺 對安危後知後覺 其實記者也是這樣 我不是畫家,不是詩人 我紀錄城市 我每天跟這座城市對話 17年,我仍在路上 本音歌舞聲鼻,為何突然殺機蟲蟲 放在屬於我的意志 我一定要全部奪回 輕人反眸,為江山,還是為女人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 你不要理的女人 愛恨前面,誰為誰情願一生 準備成員,綜合頻道新春新劇 正在一步 新春流離賞燈會 皇后貴妃來搶戲 阿哥摩拳秀絕技 少女入宮偏才藝 古福貝勒獻驚喜 2015,中國城市元宵晚會 百城展播,報效登場 不是所有的紅罐涼茶 都是正宗王老吉 186年獨家秘方 怕上火,認準正宗王老吉 日常食物含有大量糖分 蛛牙威脅,無處不在 街傑市房珠修護 唐宣隔離盾 四重房珠 有助隔離唐宣侵害 防珠又堅固 街傑市房珠修護 配方升級 嘿!那幾天也要大動作 新升級護書寶超靜眠 日本研發空氣棉表層 超柔軟 兩倍速吸 倒轉也能吸 超柔軟 超犀牲 護書寶超靜眠 不傷眼的電視 好萊塢影院標準的電視 手機電腦多屏活動 光封激光電視 百寸大屏 顛覆業績 引臨未來 有些人年紀不太大 都挺年輕 三十多歲 他以前沒有名義腳臂 但是就越來越發覺 自己坐得久了 是腳臂的機率比以前要大了 那他講明什麼問題 其實這種情況 他已經有病了 就已經是有腰椎病了 坐得時間長 因為在一個特定的姿勢下 時間長了以後 氣血就會運行 速度就會減慢 那麼他就開始不舒服了 但是因為他不是很重 他站起來走兩步活動活動 他就好了 但其實這種情況 我們就叫做已經有了隱患 那這種應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最好的運動就是鍛鍊 保步啊 適當的鍛鍊 對 適當的鍛鍊 對調節整個的身體狀態 是有很大的好處 好的 墨姨這件事吃鈣片 醫生判斷應該是幫助不大 是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馬上看看第二條短片 可白患了風濕關節炎多年 平時走路也不敢走太快 老婆墨姨就很看不慣了 勸她應該多點出去走動一下 跟其他老人一起練習太極 既可強身又養心,很有益處 但是可白說太極拳很傷失關節 自己不太適合 雙方就吵了起來了 打太極拳是要紮馬步的 我的膝蓋關節也痛了 怎麼紮馬步呢 你全身痛嗎?去不去嗎? 當然不是 你沒聽過打太極拳會傷失關節 你沒聽過嗎? 中醫說痛則不痛,就痛則不痛 你去動一下,那些關節鬆了就不會痛 對,總之我又不去 身體痛,阻止我睡覺 請問關節炎患者可不可以練太極拳呢? 在關節發炎的時候 打太極拳是不太合適的 痛的時候… 應該讓它稍微緩解了 沒有發炎太厲害了,應該繼續打 因為這個關節,剛才醫生也說了 要適當運動 但又不能運動得太激烈 所以我覺得在關節疼痛的時候 是不適當打太極拳的 那嘉賓也是覺得太極拳在狀態好的時候 有幫助 才是可以練 其實這個問題呢 臨床上也非常常見 剛才反覆講到了 就是說關節炎的病人 運動很重要,叫做適當運動 那麼胎之拳這個運動呢 我們叫動作優美,舒展大方,行動緩慢 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問題是我上門診看到很多人 把練太極拳把腿練壞的 很常見 是練得太勤快的原因 還是姿勢不太的原因 沒有,麻在掌得太單一 不是練得勤快的問題 是練得姿勢有問題 那麼回到我們這個模型上來 你看 它這個骨頭啊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圓球 它是兩個球 中間是一個凹槽 底下這個平台上呢 它是有一個凸起的 就是說為了保護它的穩定啊 它是兩個凹槽 放在上面,底下有一個凸起 剛好把它卡住 所以它只能做一個 這樣一個方向的運動 那麼前面還有一個冰骨 冰骨也是有棱的 它剛好卡在這個凹槽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這關鍵是幹什麼運動呢 它只能做一個單向的 屈身運動 那麼很多人練太極拳的時候 太極拳有很多動作 半蹲位旋轉 那麼就出現這個問題了 扭它 扭曲 對 腦轉 那麼就違反它這個運動原則 為什麼說練不好呢 那麼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太極拳啊 第一學的就是先學步法 就是說 膝關節只做這麼一個屈身運動 那麼 凡是轉身呢 都靠這個 腳跟 腳跟 來做 對 靠腳跟做支點進行旋轉 那麼你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就是說 鍵太極拳沒有問題 但是一定要會練才行 我突然想起呢 我們其實所有人 上體育課 肯定做過一個動作 可能很危險的 對啊 就是熱身那時呢 不是這樣 對 這都是不合理 那不就很危險了 那個關節在這裡這樣扭 他就記得 你現在這個就知道了 那麼所有人都會有這個熱身的動作 特別打籃球之前一定要做 全部都是要拍手會腳碗接著就這樣 年輕人他就要把左右這個韌帶 拉開 左右的韌帶拉開 哦 年輕就不怕 對 他要把這個韌帶拉開 老了就不要做這個動作 對啊 我們少要醫生 對 就不要去做這些動作 周章 我想問一下你作為醫生 你推薦大家 如果是說 鍛鍊的膝關節 什麼動作是最好的 那麼我有一些推薦的方法 鍛鍊的方法 第一叫做走一走 走路 走路是最好的方法 走路的時候 你會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身體 因為它是一種習慣 習慣就是兩邊韌帶的力量已經不均勻了 但是你可以通過腦子去有意識控制它 控制你走得很正 然後讓這個關節面平衡受力 是走平路好呢 還是走一些比較斜 輕輕有些坡道的會好一點呢 走平路最好 平路最好 上坡這個壓力很大的 有一個壓力大呢 另外一個方面你看 如果坡要不穩的話 你腳會左右擀 它又是這樣走 腳會左右擺 腳會左右擺 我們看到它兩個手臂就不穩了 你的意思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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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走 對啊 走兩條平衡線 兩條平衡線 第二個方法就叫蹲一蹲 就是深蹲 我們深蹲是受力狀態下深蹲 對隙關覺得損傷很大 對 深蹲我們是為了把周圍的韌帶拉開 那我直接去腿就完了 所以你就雙手抓住東西 抓住東西做深蹲 然後起來的時候 用上肢給它一些助力 這樣對它的磨損就可以降低 就不要讓它受力了 但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你只想彎曲拉印 但我平時不如這樣也行 不用蹲也彎 這樣也可以 這個就是我下面講的叫踢一踢 踢空腿 踢腿 踢腿的特點是 實際上是給它一個很好的運動 通過運動改善局部的循環 但是就是說不負重的運動 不負重 所以最好的就像你現在坐這個椅子一樣 稍微高一點 腿能掉下來 輕鬆地來回踢 不要用力 不要用力 對 就這麼看電視 你幹什麼情況 就是說都可以這麼做的 一定是不要用力 靠這種慣性 讓它動起來 就等於甩腿 讓它自由運動 對 這是膝關節的不負重運動 還有一種 我想有一個姿勢 講起蹲 有一種是練大腿 肌肉力量的 就是背部靠長 然後慢慢滑下來 就令到膝關節90度這樣蹲 這樣對關節好不好 你試一試你就知道了 膝關節的受力非常大 是啊 事實上你是做不到那個 做不到的 因為當你做的時候 你看我們有個力 力叫平行四邊形的原則 中一向下的 你慢慢朝下彎 慢慢朝下彎 我們正常慢慢朝下彎 這個時候有一個向前的力 哦 因為向前的分離 向前的分離 對這個地方的擠壓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又是磨半月板 是啊 好啦 馬上就有今天的健康時間 來看看現場的觀眾朋友 有些什麼問題要問 周梓任 請問有慢性關節炎 可不可以行山 這個關節炎的問題呢 它肯定是一種損傷 那這種損傷呢 也一定要求運動的 因為人的關節本來就要運動 運動就要注意要運動适量 那麼爬山呢 你要看什麼山呢 如果很大的山就不要了 白雲山呢 比較坡比較緩一些 另外有台階就可以 但你要注意啊 可以走台階上山 但下山對於膝蓋的損傷更大 所以我一般給我的病人推薦呢 走上山 然後做纜車下來 周主任 我麻煩你問問 就是我有骨質增身 可不可以按摩的呢 一般在皮膚外面進行一些按摩啊 它可以鬆解肌肉的緊張啊 也可以改變周圍肌肉 關節周圍的肌肉啊 也可以改變它的供血 所以它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知道 這個骨性關節炎啊 這種疼痛啊 它是一般是骨的損害 那麼你在肌肉上面去做這種工作啊 它對它的這個幫助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你如果症狀比較輕 你可以去按摩 而且對你是有舒服 有意義 但是真正想解決問題呢 真正想解決問題 其實你還是應該去做一個完整的治療 好 麻煩周主任 也麻煩三位嘉賓 今天通過周主任 帶著一個模型詳細的講解 我們都了解了我們失關節的原理 既然了解了原理 知道如何去保護它 而且痛多方面 在失關節我們還學會了很多方法 有食療 有鍛鍊 還有日常生活的保健知識 千萬不要做一些傷害自己失關節的動作 因為磨損之後就不能回頭 是的 好, 多謝你關注這期的節目 健康法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